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练习时间大概是十分钟 让杂念纷飞的头脑平静下来有很多方法 这个练习是我自己在情绪压力过重时 经常用来松弛身心的方法之一 一天当中的任何时间 你都可以单独做这个练习 把觉知意识拉回到身体上 或是在你要静坐冥想之前 先做这个练习 让自己可以静下心来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坐下来 闭上眼睛 尽量保持脊椎挺直 利用呼吸出入型来提升你的觉知意识 吸气时 把气吸到脊椎上部 吐气时 把气全部吐掉 肩膀往下松垂 下巴放松 腹部变得松软 第二步 像这样连续吸气 吐气一两分钟 把注意力放在骨盆腔和屁股部位 观想你身体的这个部位 像一个大碗 吐气时 让你身体全部的气 慢慢往下落入这个碗中 感觉这个碗 稳稳地安坐在椅子或坐垫上 让身体完全沉入这个大碗当中 第三步 继续把注意力放在骨盆 让身体彻底放松 类似对自己慈悲的练习 你可以把身体观想成一个玻璃雪球 被摇晃过的雪球 需要一点时间和耐心 才能让每一片雪花落到地面 当你坐定之后 你也要带着耐心和觉知意识 允许你的身体自然放松和安静 随着每一次呼吸 都让身体变得越来越松柔 这是今天的正念练习分享 帮助你活在当下每一刻 为情绪按下暂停键 减轻压力 找回平静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生命充满自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感恩你和我一起成功 感恩我 感恩我 感恩你和我一起 promoting 干恩你和我11年 给我按下亏 最后能继续 感恩你和我 感恩你和我